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2023年10月22日 俄乌战争持续第637日 以哈战争持续第47天 一 俄乌战争现在已经进入冬季战争 受占据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影响 俄乌双方在乌东南方战场的交战规模都在减小 阴雨天气持续至12月 双方作战步调继续减缓 战场态势不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这样 乌克兰继续占有全程精确战术打击优势 俄军继续占有兵力 炮火的机械化战争优势 继续维持战争形成消耗战和对峙战态势 二 至少截至在2024年春夏 地内伯和下游左岸及赫尔松战场 依然不会是俄乌战场的主战场 也不会成为乌克兰反攻的主战场 炮火及远程精确打击将是这个战场的主要内容 三 俄军利用以哈战争的战机 近期在扩扬斯克 斯瓦托夫战场 克林明娜 利曼战场 巴哈姆特战场 顿涅茨克外围 紧阿弗迪夫卡战场 扎布洛热西线及罗布坦尼突出部战场 发起了全面攻势 但是 参考最新交互地图标注 俄军表现拉垮 没有战术性的突破 网传无论俄军乌军近期突破 大捷等等文章 实则不过是检防自愈的自欺欺人而已 不足以信 最后 继续确认以哈战争 为俄乌战争的典型外裔战争 推测以哈战争 建入尾声 或将在政治 外交和军事战略等方面 对俄乌战争产生重大影响 过而 本文侧重分析最新的以哈战争战况 近期 伊朗及抵抗轴心的珍珠党武装 胡塞武装等 继续以袭扰战 非对称作战模式 对以色列 北方边境和周边地区 进行多次炮火袭击和地面部队 跨境袭击 为反制对手袭击 以色列军队对 尼巴嫩的布斯坦 亚林 乌姆图特等数十个珍珠党武装目标 实施了炮击和空袭 参考地理标图和上面炮袭照片 可见双方炮战频频 炸点多在以离边境荒郊野外 炮声隆隆 实则对以哈战争并没有形成更大的影响 10月19日 红海野门胡塞武装 更是劫持了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 日本人运营的 实则是一位英国和以色列 双重国籍富豪的霍伦 劫持了25名船员作为人质 以色列方面证实 被劫持人质没有以色列人 并且将此海盗劫持事件 只认为伊朗支持的恐怖犯罪 事实上 从以哈战争爆发至今 在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 和中东若干基地震慑下 伊朗虽然在外交上 大呼小叫和抵抗轴心 频繁地实施战术性的袭扰作战 却并没有实质性地 介入战争的丝毫迹象 可见呢 以哈战争的核心战场 还是在加沙战场 截止11月2日 以色列军在以哈战争 阵亡人数已经上升至了65人 此前 鉴于以哈实力悬殊 以哈战争实属一场 一百罐杀虫剂和一只蟑螂的战争 故而我在10月的一篇文章推测 以色列军在这次战争中 伤亡人数可能为百人左右 然而在实战中 以色列军急于复仇 正面出击 处处强攻了 哈马斯武装则无视战争的底线 进行极限的非对称顽抗 使得双方伤亡数字直线攀升 未尝极无悬念的战争 增加了更多血腥色彩和政治变数 其中 以色列突击队在上周数次战术 进入十发医院和强行搜查医院地道 加沙北部 拜特拉西亚的法库拉学校发生爆炸 和数十位难民受伤 以军轰炸加沙北部 贾巴利亚的红心乐会总部 阿拉伯国家类似红十字会组织 二十日袭击印度尼西亚医院 致死十二人 更是不断的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 全球性反战声浪 为此 以色列加大舆论和政治反击 已有着丰富反恐作战经验的海军少将 丹尼尔哈加里出面 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 现场发布了大量的地图 卫星图像 音频剪辑和视频等资讯 资料 意图尽量解释 尼哈战争真实的情况 争取舆论和民意转向 其中 以色列尤其重点发布 十发医院的监控录像 证实在10月7日大屠杀事件中 哈马斯武装医院 绑架人质进入十发医院 以及公布了最新发现的十发医院地下10米处的 哈马斯的55米隧道细节情况 表明了哈马斯确实利用医院发起恐怖袭击 但是哈马斯有太多的诸如送至医院抢救人质理由 以色列纵算证据确凿在舆论战宣传战上却始终被动和难见效果 每天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哈马斯宣传机构和更多的和平组织 媒体等等 都有层出不穷的相关加沙地区人道主义危机的即时资讯 每每铺天盖地的传来 总会压制以色列的声音单薄无力 这样 纵算大多数欧美政府都在支持以色列剿灭哈马斯作战 但是随着各色政治力量和极端情绪空前活跃 和卷入以哈战争 已经推动各种的停火呼吁 人道主义援助等等的口水战 舆论战撼动了众多政要的信心 继续刺激和搅动以哈战争态势 越发趋向复杂 现在 以哈战争走到一个非常重要和敏感的节点 以色列面临两难的选择 是坚持抵制国际舆论和外交压力 继续加插战争和严厉的打击哈马斯 又或者 有限度的接受斡旋和暂停 全面调整战略 对哈马斯残步 实施集约化和精细化的打击 以色列军方当然 不甘于剿灭哈马斯的战事半途而飞 故而 在基本完成对加沙市区的清剿之后 以色列军通过南下作战方案 正在加班加点的广洒传单 督促平民撤退 集结部队 预备继续作战 向加沙地区南部重要城市 汉尤里斯地区推进 截至10月20日 以色列军方已经发表了数个声明 誓言将在加沙全境打击哈马斯 包括南部地区同时 以军每天派出加油车等救济车辆 对加沙地区进行人道主义的救援 加沙战争面临继续升级的风险 但是 现在的以哈战争已经不是以色列军方 可以决定走向的战争 上周美国总统专门就加沙局势发表文章 不仅强调加沙绝不能再被用作恐怖主义平台 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 和一个没有哈马斯的未来 同时文章还明确约束和提醒以色列 不得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 不得重新占领 不得围困或封锁 不得缩小领土等等 表示在消灭哈马斯组织之后 应该尽快的推进两国方案 在两国方案框架上 美国对巴勒斯坦及越南河西岸地区局势 予以了极大的关注 以哈战争爆发以来 受10月7日暴恐事件刺激和加沙之战的压力 以色列对越南河西岸地区及巴勒斯坦地区高度的截备 同时 在有哈马斯策动经常性的骚乱 都使得以色列在实行宵禁和治安过程过度抓捕殴打 拘禁巴勒斯坦青少年 袭扰巴勒斯坦人村庄和街区等等情况 近期巴勒斯坦卫生当局表示 尼哈战争至今 以色列方面在越南河西岸地区 已经杀害了9名巴勒斯坦人 直至10月19日20日 因为近期 哈马斯策动多次巴勒斯坦地区小规模的枪战 爆炸冲突 以色列军队进行有限治安战 在两天内 分别在越南河西岸地区逮捕了至少70名和至少38名的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固然有自己的军事行动的理由 但是在以哈战争深度刺激全球舆论沸沸扬扬的打势下 并非所有的欧美国家都会理解和支持以色列类似的行动 就此 对参与袭击越南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定居者 81岁的美国总统发出了可能要实施制裁的严厉警告 与欧美网络普遍的极端民众情绪完全不同 理性和策略的分别对待哈马斯及加沙地区 巴勒斯坦及越南河西岸地区 这并非年迈的美国总统想当然的个人主张 而是美国对现在中东局势的一个务实和基础态度 将哈马斯从巴勒斯坦切割出去 确实实现巴以和平的重要前提 或者这也是中美的中东共识 11月20日沙特约旦 埃及印尼巴勒斯坦 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外长 政要组成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访华 呼吁立即结束加沙战争 相比上周伊朗外长与俄国外长交换中东及野哈战争意见 呼吁双方停战 颇受全球媒体冷遇 这次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访华 为全球媒体关注 就此证实了我在此前多篇文章的两个推测 首先是稳定与和平的中东地区符合中美国家利益 以哈战争极大的促成了中美更多的交流 其次是俄国深陷俄乌战争 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日渐减弱 中国对中东地区正在形成更为重要的影响力 就此中国外交为联合代表团访华的声明 同样知自媒体哈马斯 而是强调以色列应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尽快开辟人道主义走廊 防止发生更大范围的人道主义灾难 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悲剧蔓延 尽快落实两国方案 彻底的终结巴以冲突等等 在上周中美握手之后 中美两国对中东及哈以战争局势 有了高度趋近的看法 这样中美外交上对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过度惩罚 进行限制的同时 对哈马斯的完全无视 也就为以色列继续剿灭哈马斯作战 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当然国际大势所需 以色列如要继续向加沙南方作战 和剿灭哈马斯残暴 已然不能沿袭此前正面出击 处处强攻的粗放战术 而是需要重新的制定更加精细 周全的战略 以及进行足够的舆论准备 切割哈马斯和巴勒斯坦的关系 同样是以色列发起后续攻势的战略核心 10月19日20日 就在以色列军方备战的同时 以色列外交和美国 卡塔尔等多国媒体陆续发声 声称经过美国 卡塔尔等多方进州的斡选 以色列和哈马斯可能已经达成了一个 暂停五天战事的协议 相比此前每天零星和间歇性的停火 这个方案是以哈战争首次持续暂停交战 对森林绝境的哈马斯残暴 可为最后的尿顿机会 那么以色列是否可能予以仇敌这个逃成机会 又或者哈马斯能够沮丧认输 看似很难 不过以美国和以色列 卡塔尔与哈马斯的千丝万缕关系 双方突然抛向桌面的这个协议 必然承载双方的非常迫切诉求与妥协 应该存在极大的实操性 根据这个协议 为实现加沙地区的暂时停火 哈马斯需要每天释放50名以上人质 根据以色列及多方情报机构推测 哈马斯可能控制237名人质 这样哈马斯如果真的驯服的按照承诺释放人质 五天停战 以色列即可接回几乎全部人质 解救人质是以色列军进攻加沙地区的主要目标之一 此前以色列军经历45天战争 没有成功营救人质 同时 哈马斯频繁发出与隐藏地道的拘押人质的武装人员失联的消息 不断制造悬念 扰乱视听 动摇人心 也就更加激发了以色列被绑架人质亲属的愤怒 他们每日前往以色列政府 及国防部抗议散步 提出严厉批评 为以色列军实施军事行动增加了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较大舆论压力 这样 在加沙战争面临更复杂 更严酷的政治军事态势下 以色列军呢 看似得到一个不战而生 确实对以色列军政高层为一个极大的诱惑 在军事反攻到政治反攻的重要节点上 是继续战争或者暂时停火 请与大雄同行网络 在本周之内观察以色列 可能做出如何选择